人生独逆旅,我亦是新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一个女人,如果磁场很干净,会有这九个特征,你占了几个,每个人,身边都会有一个独自的磁场,这种无形的力量,不仅会影响自己,同时也会对身边的人何时产生反应,特别是磁场很干净的女人,与之相处,会有如暮春风般的舒畅,也会有赏心悦目的放松, 虽然她的方方面面不一定都很优秀,但是她们的运势一直都很旺,那种能够吸引美好事物的本能,让人很愿意跟她待在一起,下面就是女人磁场很干净的九个特征,你快看看,自己占了其中几个,单生活,单,是一种生活的态度,在喧嚣的世界里,总有些人不追求华丽的物质享受,也不沉溺于浮华的社交场合, 她们的生活就像是一杯清茶,淡雅而清香,让人感受到一种宁静的力量,仿佛所有的纷扰都被这淡淡的香气所化解。 我曾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女子,她身着素色衣裙,静静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,手捧一本书,脸上洋溢着淡淡的微笑,眼神清澈,沉浸在书的世界里,那一刻。 我感受到了,她身上散发出的淡淡磁场,那是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,稳中有戏,稳,是一种内在的力量,它代表着楚边不惊,临危不乱的气度,有这种气质的女人。 她们在处理事情时,总是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,不会被情绪所左右,同时,她们又能在细节中,时不时展现出女性的温柔和细腻。 我有个朋友就是如此,在工作中,她总是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,在生活中也非常细心,她会记得每一个重要的日子,为家人准备惊喜,她会关心每一个朋友的近况。 常常准备一份小礼物,她更是孩子的知心姐姐,懂得他们的每一个小情绪,她的稳重和细心,让我们都把她当作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人。 她身上散发的磁场,我想也是至纯至敬的,拥有感恩之心,真正层次高的人都擅长感恩,感恩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,当一个人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,她更容易赢得别人的关注。 此场清静的人,有一颗感恩之心,大无畏心,他们的正知正念在心中,心有大愿,天地合一,无我利他。 他们心里总是有别人,总想着别人,和真正的道士一体的,没有挂碍的,他们是最幸运的人,正因为无所求,反而无所不有。 往往,在不经意之间,万事圣意,在人生中,每个人都需要向死而生的态度,感恩当下,这是生命最好的态度,面对人生的无常。 我们最需要不是去掌控自己的生活,而是顺流而动,而这需要我们用感恩的心态去沉浮一切,情绪磁场。 周国平说,与人相处,如果感到格外轻松,才是遇到了同类最舒服的关系莫过于性格相惜,此场相合。 澳洲作家格里高丽,在小说《向塔兰》中刻画过这样一对好友,哲学教授林赛因不得已的原因,偷渡到了印度梦买。 很长一段时间,他都难以适应,心情也低落到了极点,偶然间,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普拉巴克的梦买导游,普拉巴克豪爽豁达,幽默风趣,很会苦中作乐。 他带林赛唱游贫民窟,和穷孩子们踢足球,拜访神秘的苦行僧。 他约林赛去喝酒,生情并茂地讲笑话,给大伙跳滑稽的小丑舞,还邀林赛回到自己的家乡, 让林赛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,只要待在普拉巴克身边,林赛总能忘记悲伤。 轻松地享受当下,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曾说,一个正能量的人,他的磁场会带动万事万物,变得有序而美好。 在他们面前,你可以调侃说笑,也可以唱作预言,就像金庸和蔡兰,每次聚到一起,都能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,一次喝酒。 金庸身体不适,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哀声叹气,猜完一看,马上凑过去,在他耳边讲笑话,伴随着一阵阵大笑。 金庸一早心中阴霾,恢复了神气。 作家苏秦有句话我很认同,人要活得简单一点,跟谁在一起舒服,就和谁在一起。 为了就多远一点,长久的情谊都是舒适的,相处不累,才能久处不厌,价值慈长。 巴菲特经常感慨,芒格用思想的力量,拓宽了我的视野,让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,从心情进化成了人。 巴菲特和芒格是相识了50多年的老朋友,在半个多世纪的相处中,芒格帮了巴菲特很多,刚创建投资公司那回,大家都劝巴菲特低卖高卖,去倒卖小公司的廉价股票。 只有芒格建议,他花重金买入大公司的股票,因为这类企业更有价值,他告诉巴菲特,投资识门学问。 并非简单的投机,要懂得放长线钓大鱼,而后来的事实证明,芒格是对的。 巴菲特因为投资大企业,避开了经济危机,作为投资界的思想家,芒格不止一次帮巴菲特走出困局。 巴菲特收购了不少企业,总忍不住介入公司的运营管理,搞得自己筋疲力尽,尤其是收购伯克希尔后,他懊恼地说,这是我这辈子干得最糟糕的一件事。 关键时刻,又是芒格指点他,学会放手,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 随后,芒格亲自打造理智管理团队,成功把巴菲特从琐事中解放了出来。 社会学上,有个密有五次元理论,意思是,一个人的财富和智慧,使他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值,与智者交往,能增长智慧,与高人接触,能拓展格局,主动向价值磁场强大的人靠拢。 我们才能借他人优势,为自身赋能,逻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,有个交友标准,结交自己佩服的人。 每当他认识一个比自己厉害的人,总会千方百计去接近,要么登文拜访,要么夭至家中聊天,要么在社交平台上互动。 他人,与这些牛人接触多了,他总能打开思维,突破认知局限,与高手做朋友,你参不透的玄机,他们能帮你悟透,你解不开的困惑,他们能为你解惑,与人为善,古语有言,善人者,人以善之。 在人生的荣布里摸爬滚打,历经大起大落之后,愈家能体会到善良的可贵,长存善心,长行善举,是一种高级的修养,也是内心向善的人,一生的修行,善良,如同暗夜里的一束微光,能指引人前行,也许善意和善行的力量,起初毫不起眼,但却是最持久,也最能打动人的一种力量。 在善的指引下,人们就赎了自己,也就赎了他人,无害人之心,也不占他人便宜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,但如果你从没想过要害人,也从不占别人便宜,总是本本分分,光明磊落,那么恭喜你,你的磁场一定很干净,生活中,我们不能欺骗信任我们的人,伤害关心我们的人,辜负深爱我们的人,算计帮助过我们的人, 要获得诚实守心,有道理,有良心,失去诚信的人,难以较到真心朋友,不讲道理的人,难以得到他人的尊重,违背良心的人,难以获得他人的信任,内心坦荡。 没有阴暗的想法的人,自然会散发出正直善良的能量,吸引着同样正直的人靠近,始终坚持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,这样好运和福气自然会降临,无论声名远扬,一火默默无闻,无论何时何地,都要珍惜自己的品行,诚实面对自己,精神独立,此场干净的女生, 他们对自己诚实,不会为了迎合外界的声音委屈自己,他们精神独立,不做让自己难受的选择,他们知道,即使是恋爱结婚了,自己也是独立的个体,而不会因为有了对象,就失去自己的立场。 要求对方所有事都要报备,成年人,需要有自己的空间,这样的格局和认知,让他们在关系里更加松弛,而一个松弛感的女生,吸引来的同样也是高质量人群,有积极的能量磁场,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朋友,经常吐槽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,或是不停地说丧气话,在他们身边,你会不自觉地被负能量裹挟,变得消极而颓废,整理人际关系里说,能量是宝贵的资源, 损友会像水质一样附在你身上,慢慢吸走你的能量,远离消耗你的人和事,和正能量的人相处。 真的很重要,大兵曾在书里写过一位好友,包先生,他称包先生是他的加油站,他总要时不时去包先生那里夹加油,大兵每年都有一段自我否定期,那段时间,他写作上毫无灵感,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,即便是出门旅行和朋友聚会也于事无补。 每当这事,大兵都会找包先生,让他给自己打打气,而包先生也从来不是简单的敷衍几句,而是拿出大兵的作品,一天天读给他听,一边读,一边说自己的感触与收获,让大兵明白,他的文章都很有价值。 包先生对大兵说,直观写下去,千万不要否定自己,正是这份鼓励,以此次把大兵从困境中救起,人生的路不好走,多和积极的人在一起,我们才会多一份前行的动力。 启和福说,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,无论是面孔、衣裳,还是心灵、思想。 女人的磁场也是如此,人的磁场和自身的好运是息息相关的。 当你的磁场处于干净的状态,你会觉得生活事业处处顺逸,当你的磁场处于阴霾的状态,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处处受足。 所以,一定要做那个磁场干净的女人,为自己为家人带来好运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